2019南投县长辈全国围棋公开赛 共有来自全国各地400多位业余选手参赛 不分年龄 各个静静思考如何掌握手中棋子赢得比赛 今年的全国赛 展然由南投县棋艺文化协会主办 理事长蔡宗志 感谢县长李明珍对围棋赛的权力支持 首先先来感谢我们李明珍临县长大力的支持 每一年都拜託长辈子 一定说这个比赛一定要继续班 这个区域文化协会来基盘到围棋比赛的一年有两遍 长辈子的小朋友也是有你学习围棋艺 在这里所有的活动或是什么都专注力多差很多 在这里长辈子也要鼓励到我们这些方式是哪 可以让孩子的小朋友多多来参加像类似这种的才育活动 学习围棋的孩子可以培养专注力 家长们也都齐聚二楼安静观赛 并认为学习围棋可以让孩子培养挫折忍受度 有意志后的成长 小朋友在学习这个围棋的过程当中 从我的观察我发现他的一个专注力 还有对于事情的记忆点会比较来的清晰跟强烈一点点 这是一个很好的 然后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发现说 他跟同学在对异的时候 其实他也比较多经验去接受失败 然后这个东西对我来讲的话 我觉得让小朋友以后的成长是很有帮助的 南投县奇艺文化协会每年都举办两次的比赛 裁判长洪宗和提到 今年比赛分组有奖金 因此很多六七段的高手都来参加 这次有分组杯有分做六七段 六七段有奖金 所以很多七段的高手都会过来 都会过来参加比赛争取奖金 而且像我们低段的话 前几名都有身段 这是一般家长最期待的 一般来讲我们大概会比到五场 那如果你四胜以上大概就可以升段 但是如果四段五段就更严格 四段的话四段十个可以升一个 学围棋不仅能培养灵活的思考和创造力 也能培养耐心及挫折容忍度 县议员蔡宗志希望借此鼓励更多人学习围棋 进而推广围棋风气 记者王水仙南投采访报道